去年12月零售销售数据强于预期 削弱了联准会最快3月启动降息的可能性 10年期美债殖利率升至今年高点 道琼指数已经连续3日下跌 个股方面 特斯拉今年继续下调电动车价格 在本周一下调Model 3和Model Y在中国的价格后 周三又下调了Model Y在德国的价格 使股价续跌2% 另一家电动车制造商Rivian 也应得益智银行的分析师下调评级 股价下跌6% 投资人可以多加留意 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哦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跟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嘉诚今天经历下跌 尝试站上季线 但最终一终没站上 成交量出现了下跌有量 上涨无量 贵买今日下跌打到季线 盘中有拉回出现了十字 但成交量也没有明显放大 Put Car ratio为108.1 选择全位平仓 16900 Put为最大位平仓与最大量 而17550扣增加5308口 17600扣为最大位平仓 变动区间为16900至17550 区间下面推到16900 可观察到台积电近期没有明显下跌 持续在区间内来回整理 明显指数下跌 台积电依旧无法反应 投资人要留意其他个股的资金走势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新年快乐